慢慢倒車入庫 怎麼底盤會卡住 從正面來也一樣 小舊車就是開不上車庫 我們有跟他說可以增高 不要增太高 因為我怕車子開不進來 結果他就堅持用他的意思 把它增得非常高 跟隔壁相比 透天錯車庫斜坡真的太高 光想進家門都難 屋內更是讓屋主想吐血 天花板一塊塊缺陷 根本沒好好修復 你看我這裡的天花板 凹凸不停 一堆劈土 他就隨便補 然後就用個天花板遮蓋 更扯的是拿捲尺當水平儀 隔間牆面歪七扭八 從當初棄磚時屋主就拍照 牆面根本沒拉水平和垂直基準線 都沒有他們都平手趕 竟然可以做到怎麼歪 你看我換個錢下去 它就滾了 屋主三年前買下嘉義縣 移動40年老屋 決定拉皮翻新給爸爸當孝親房 透過親友和網路找了統包工程 前後花費超過130萬 但施工長達三年還沒入住 因為牆面是歪的插座高低不平 還有全新安裝的樓梯也破裂 因為他打著說他說他們家有三代的傳承 跟我們說他第一個他有自己的設計師 第二個他有他自己的工班 結果我上網查的時候才發現 他不但沒有自己的設計師跟工班之外 他都是上網去登人 我也請了人家來幫我出孤預算說 他這些爛尾工程 孤算的都說至少要30萬 同胞業者說屋主還有尾款10萬沒付清 要求再付5萬就會處理好 但屋主已經花了百萬換來這種工程 也不敢再請他們施工 只能當成一次慘痛的教訓 TVBS新聞紀元健康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